哈喽 欢迎学习爬虫课神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完了 就是如何登录1230的网站 就是用这个代码去倾听 好 这几个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说如果我在登录王城佑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在登录王城佑 他是不是会 这个浏览器就会自动的跳转到我 这个1230的个人中心的这个界面 对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让他跳转到 这个车票预定的这个界面才对 对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让他跳转到这个界面 好 那的话我们把这个UR 把它给拷贝分 可能叫c 然后的话再来到我们的这个代码 这个地方来到这里 然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UR 把它给保存一下 这个地方是那个seas 就是查找票的UR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了以后 我们就让他跳转到 订票的这个函数当中的 就让他执行这个订票的函数 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写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什么呢 跳转到什么呢 跳转到这个查票 查鱼票 的那个界面对吧 好 那么就是self self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driver点get 然后是这个查鱼票 就是self点那个sash self点sash 对不对 好 那么来到这个界面以后 接下来的话 来到这个界面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让用户手动的去输入这个 出发地 以及目的地 以及这个出发热机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浏览器 这个地方输入 输入完了以后 我们就要去比较 怎么去比较呢 我们要去比较 他输入的这个 比如说出发地 目的地 以及这个出发日期 是否是和和和我程序当中 保持的是一样的 对对 和我程序当中保持一样的 所以我这个地方的话 也要去等待 对不对 也要去等待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第二点 第二点的话 等待什么呢 等待这个 等待这个 这个出发地 对吧 出发地 是否输入正确 出发地是否输入正确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 那个web driver 然后是save.driver 这边我也是让他 等待个1000秒 然后until 直到什么呢 直到ec点 就是找到这个元素 里面的文本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使用这个什么呢 test to be presented test代表的是文本 to be代表的是呈现 代表的是 文本是present 代表的是呈现的意思 代表的是什么呢 文本是呈现在 这个元素的值当中 这个值当中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来写 看他需要传递几个参数呢 第一个参数是locator 就是这个定位 第二个参数 就是你这个文本 是等于什么东西 是等于什么东西 好 所有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要去写 两个 第一个的话是locator locator我们是通过这种 by的方式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来把它给导入一下 好吧 通过这种by的方式 好吧 这个地方是个圆祖 同学们这个注意 一定要注意好 这个地方是个圆祖 是by点什么呢 点那个id 我们通过这个id来找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书官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id来找到 对 可以通过这个id来找到 可能叫c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通过这个id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 它等于的文本是什么呢 等于的文本是 等于的文本 我们需要让它 在程序当中 在这个程序当中 也让它输入一下 好吧 也让它输入一下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写一个行数 定一个方法吧 就是df 那个 write w write input write input 第一个的话是 起始的车站 就是cf.fromstation 开始的车站 sdf等于这个input 请 那个起始站 起始站对吧 第二个的话是目标站对吧 就是目的地cf.sdf.tostation 等这个input 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它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 叫做目的地 对吧 目的地 或者这个地方是出发站 出发地 这个地方是目的地 好 第三个的话是这个出发时间 就是第一part time 出发时间 input 出发时间的话 他必须要严格的和他的这个地方保持一致 必须要严格的跟他保持一致 如果你跟他保持不一致的话 那么以后就会什么呢 就会产生这种 就会不一致 这个数据不一致 你发送给1236的服务器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是0301 对吧 那么如果你写成的是三合一的话 那么服务器他就认为 你这个数据是一个伪造的 对不对 就可能不会处理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一定要跟他保持一致 就是前面年份的话是最速 然后一个横线 然后的话是零几零几 干零几这种形式 大家注意就好就好啊 或是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做个注释啊 就是那个时间格式时间啊 时间格式啊 必须是什么呢 YYY干 那个是MM干DD的方式啊 好 然后的话还有是那个什么呢 乘客啊 乘客乘客的话就是那个persons啊 或者passengers p a s e n g e r s passengers passengers 这个地方passengers 因为为什么我这个地方叫他个s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抢票的时候 有些时候 比如说 我和我的那个弟弟 我和我的哥哥 我和我的父母啊 都要在同一时刻搭同一趟猎势回家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在抢票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为多个人来抢啊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抢多个人啊 那么你在输入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输入多个人的名字 好吧 输入多个人的名字啊 但是这个名字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你这个名字一定要在你这个个人中心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123G认的这个常用联系人当中存在啊 这个文字你绝对不能错啊 如果你错了 后期我们再来到这个什么呢 选乘客的这个界面的话 可能就会选不到的啊 所以的话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乘客 乘客姓名啊 这个地方写一下啊 如有多个乘客啊 用什么呢 如果有多个乘客用 如果有多个乘客用英文 逗号 逗号格开啊 然后把这个地方是split啊 根据这个逗号来把它给分割成一个站的列表 都得分割成一个站的列表啊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那个车次啊 就是那个车次啊 cf.tis trace啊 trace的话 这个车子的话 也有可能需要抢多汤车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地方啊 我只要是什么呢 追485 追520 追430 这三个列手我都可以 对不对 那么有可能我就要抢多汤车子啊 好 那么这个多汤车子的话 我们也是让他使用这个什么呢 就类似于书这个乘客的这种方式来写啊 就是车次啊 然后话 如有 有多个车次啊 用 用英文逗号格开啊 然后是点speed的啊 好 接下来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席位啊 比如说我现在要抢的是个二等座 还是一等座啊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去讲 做的这么详细的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让他抢这个高铁票 来抢这个二等座就好了 好吧 抢这个二等座啊 那么如果大家在写 在听完我这个课程以后啊 如果你还想把这个呃 抢票的这个东西 做的更加往上一点 那么你这个地方 可以自己再去完成一下 好吧 这里的话 我们就先来做到这个呃 这几部分啊 这几部分啊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说在登陆之前 我们先来调去这个wide input 就是让他用户去把这些相关的信息 把它给输入完成啊 输入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让他保存在这个 单级的这个对线上面去 保存在这个对线上面去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让他等待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有数据可查了 对不对 就是你这个地方 输入的这个出发地啊 输入的这个出发地啊 就这个东西 在这个里面输入的这个出发地 必须要和这个什么的 save.fromstation 保持一致 对对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啊 这是第一个等待 好 第二个等待的话 就是什么呢 等待那个目的地啊 目的地是否输入正确啊 是否输入正确 然后是这个web driver 然后是save.jr driver 对不对 然后是等待1000个 然后是until啊 然后这个是ec点 那个什么呢 test to be presented in element value啊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这个by.id 对吧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是呃 这个id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然后这个id是这个可能叫c 然后的话放到这个地方啊 好 这个地方是save.tostation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的话 还有是这个呃 第四个啊 就是等待什么呢 那个出发日期期是否输入正确啊 等待出发日期是否输入正确啊 就是web driver 然后是save.driver 对不对 然后是那个1000也是until啊 然后这个地方是ec.test to be presented in element value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是那个by.id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日期的话 他也有个id啊 他也有个id检查下 这个地方是 他的id是什么呢 他的id是trade data 对不对 trade data啊 可能叫c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叫v 这个i 需要等待什么呢 要等于这个 呃 dpdpdpd time 啊 这几个都等待都都有了以后啊 都有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找到这个什么呢 查询按钮啊 找到这个查询按钮 然后的话 再执行他的这个点击事件啊 那么我们在找到这个查询按钮的之前 我们在点击这个按钮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也要去等待他 就是说检测到检测他 看一下他能否被点击 如果能够被点击的话 那么我们再去执行这个点击事件啊 如果他不能够点击 如果你直接去点击的话 你在程序当中就会报错 明白是吧 所以我们真正的去执行他的这个点击事件之前 我们首先先要去判断一下这个按钮是否可以被点击啊 是否可以被点击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他能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找到这个查询按钮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idea 对 可能叫c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啊 等待什么呢 等待啊 那个呃 查询按钮是否可用对吧 好 那么就是web driverwaiter 然后是sell点那个driver啊 是一千对吧 然后是until 好 意思一点那个他那个clickable啊 有个叫做element to be clickable啊 就是代表这个元素是否可以被点击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需要传入一个click的啊 locate进去啊 那么我们需要传入一个元祖进去 好吧 好 那么也是通过这个byid对不对啊 这个地方就把这个id传进去啊 好 那么如果能够被点击了啊 如果第六点啊 如果能够被点击了啊 那么就是什么呢 如果能够被点击了 那么就找到这个找到这个呃 查询按钮执行点击世界对吧 好 那么就是呃 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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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ing 找到这个按钮 就是通过这个self点driver driver点发的advent by id 对 对不对把这个q e r y d i c g 找到啊 找到了没有 接下来执行他的这个点击世界 sac sbting 点click 对对 好 这样的话就ok了啊 这个话就ok了啊 保存一下 嗯 这个相信大家应该都懂了哈 应该都懂了 嗯 那么我这个地方跟大家补充啊 补充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tester to be presented in element value 是不是还有它的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bc点tester to be 还有另外这一个方法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方法啊 它们不是方法啊 它们是属于类啊 那么这两个类 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啊 有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要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原代码是怎么去写的就可以啊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先来看一下这个tester to be presented in element value 带有value的这个类 它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我们恐惧加冰进去看一下 它这个里面的话啊 上面这些两个东西都是一样的好 我们直接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看哈 它带value的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怎么去做的呢 它首先的话这个地方 它是先找到找到这个 它根据你的这个locator来找到你的这个元素 找到这个元素以后 接下来它它再调用这个什么呢 get attribute value 就是找到这个元素 然后再从这个元素当中去找到它的这个value的这个属性 找到value这个属性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 在这个网页当中 如果它是一个input的标签 你看它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input的标签啊 如果它是一个input的标签 那么这个input的标签当中的话 其实就有个值叫做value 那么这个value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value就是等于你在这个输入框当中输入的这个值是什么 明白意思吧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相当于是找到这个元素 找到这个元素以后 再调用这个value这个属性对应的那个值 找到这个值以后 也就是找到这个值 也就是这个输入框当中输入的这个文本信息 对不对 找到这个文本信息以后 接下来再跟你传进来的这个文本进行比较 传进来这个文本对吧 就是你传进来这个 传进来这个 看着它是否在你是否在这个什么呢 在你输入的这个文本里面进行比较 是这个方式啊 是通过这个get attribute的通过这个value这个属性去拿到 这是带有value的这个类啊 那么如果下面这个什么呢 上面这个没有带value的这个东西 它是怎么去找的呢 它也是先来找到你的这个元素 找到这个元素 接下来它再调用你这个元素下面的这个paste 那么在我们这个input的标签下面 因为input的标签 它其实是属于这种单标签 不是属于这种闭合标签 什么叫做闭合标签呢 你看一下 这种下面这个span标签的话 它是不是属于闭合标签啊 它是不是有个开始有个结束啊 而我们的这个input的标签的话 它是不是只有个开始没有结束啊 那么这种的话就是叫做单标签啊 不是闭合标签 这种标签的话 你找它的test是不是没有意义啊 test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这个闭合标签当中 有这些文文本信息 明白意思吧 比如说我们找到这个按钮啊 看下这个按钮 这个a标签 它是一个闭合标签 你看哈 它的这个test 就是这个标签 它的这个test是等于谁呢 就是等于这个查询 明白意思吧 所以的话 这个没有带value的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类的话 它其实是什么呢 它其实找到这个按钮 找到这个标签以后 再找到这个标签里面的这个文本啊 而在这个带有value的这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是什么呢 找到这个啊 标签 在找到这个标签里面的这个value 这个属性对应的那个值啊 对的那个值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是这三个东西 它其实都是属于这个输入框 我们要去判断的 都是它这个输入框当中 这个value对应的那个值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们就应该使用什么呢 我们这个地方 就应该要去使用这个 带有value的这个类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东西把它给删掉 好吧 把它给删掉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相对是已经写完了啊 写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我们的这个代码啊 让它来打开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写的这个东西 是否正确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它需要等待我输入 对吧 我输入是北京啊 长商 要是出发日期是2018年 别说是030101啊 好 成个姓名别说我黄友啊 我这个地方就只输一个啊 黄友 然后车子是那个追 我看一下啊 是追我485对吧 我这个地方就只输一个啊 追485啊 他这个下面的话 就自动的给我跳转到这个登顿页面了 然后的话我登顿一下啊 好 登顿完成 登顿完成以后啊 这个地方 他就会自动的给我跳转到哪里呢 这个车票预定的这个界面 对不对 自动的给我跳转到车票预定的界面啊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好吧 可能这个网络啊 确实有点慢啊 我们在做抢拜的时候 这个网速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他就自动的给我跳转到这个车票预定的界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他就会在等待我的这个输入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这个地方来说 这个地方是北京 对吧 这个地方是那个长沙 这个地方是3月1号啊 然后的话 他就会自动的给我点击这个查询的这个按 这个按钮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查询完了以后 他这个地方这个程序就推出了 看到没有 这个程序就推出了 是否是我们想要的吧 对对 就是我们想要的啊 就是我们想要的啊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 就是跟大家讲解一下啊 就是说把这个抢票的这个什么呢 这些啊 前置条件啊 这些准备工作啊 这些前置条件先来准备一下 对对 现在准备一下啊 好 下部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点击完这个查询按钮 下面有这些数据以后 我比如说我刚才想要抢的是这个追485 对不对 那么我就找到这个追485 然后的话 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二等座啊 他还有没有票 如果有票的话 我再找到这个预定的按钮 执行这个点击事件 对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啊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下几个我们再跟大家讲这个预定 讲这个预定啊 好 那么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